今天这个菜非常简单 今天就喜欢一块北斗 咱们拿手给它钻碎 钻碎了 但是你别人千万别拿料理机的 一打之后出汤了 豆腐抓好了 香菇咱们就使家里这种干香菇就行 割香菇其实就为了增加香气和口感 味道 香菇粒 但是我建议别割沫 别到时候一闸时候崩了 这个容易出现 喝一点盐 不要太多 为什么呢 太多 一个沙汤一个豆腐也不吃口 全蛋 给它搅拌均匀 鸡蛋和香菇 打均匀之后 因为待会咱们要炸 咱们要喝一点淀粉 干淀粉 不要搅的时间太长了 是吧 稍微带上点劲就行了 我们倒油了 等四层就行了 油完差不多 咱们把火关小点 在家里您要是手法不行的 咱可以蘸点油 是不是 都可以 贴边下 不烫手 不剑手 就是在家里做的时候 您下完完吧 您别着急搅和它 别再弄碎了 是吧 拿碗球的 您刚开始的时候要这种小苏壳 它不会拔锅 咱们这丸子稍微上色 差不多金黄色 咱们就算好了 这丸子呀 为什么咱们喝干淀粉的时候 一定能自己把握住 割多了 影响口感 喝少了 割骨虫盆 您看 怎么化 它也不散 这最好 做个火 出锅了 不嫩 这点青菜 正好有刚才锅里的底油 诶 正好啊 烤完之后非常非常漂亮 稍微喝点盐 咱们就不用再炒了 熄火了 熄火了 来少许底油啊 葱姜蒜爆锅 来 料酒 酱油 来 烤油也咸啊 少放 不要太多 盐 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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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 摘个豆 碗汤下去 这边也码完了 水点滚 依次成型 这有香油 来点香油 这菜 就提活了 近期吃不了热豆 哦 这个吧 从营养来说 又有鸡蛋 又有香菇 还有豆腐 好了呢 边上还有小青菜 我个人觉得家里呢 又好做 是吧 好了又好吃 大家呢 可以回去试一试 很容易上手 回家做饭 对 回家吃饭 我来吃饭 了 哈 甚至 我来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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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是